人在台北市的松江路这边 南京松江这边 最近很多人就是在找这个车子 会考虑福特的那台Focus 但是之前有那个扭力量之乱 就是有赛道版跟一般版 那这一次呢 我们终于有一个车主 来跟我们分享他这台Focus的赛道版哦 太开心了 终于等到了 哇 找好久 终于有人跟我们分享他这台ROMO版了 Focus 哇 Focus外观 我是不是稍微带过就好 前面有四颗雷达 然后他的这个矩阵式的一个头灯 日间行车灯 方向灯全部整合在这里 整个车头属于马丁头的设计 我们看一下侧边 他整个侧边看起来 五门宣备非常经典的一个设计 然后18寸的双色铝框 然后这一个 这个这个是标配吗 这个这个刹车是标配吗 标配有红色这个烤漆 哇 看起来非常的赛道 然后这有个Astina的名牌 然后整个侧边呢 太好看 我们再看这台车子 因为基本上他外观跟改版前是一样 只是说他这边有一些小小的示板 ROMO还有他的这个刹车卡前这个有烤漆 感觉轮框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颜色细节的部分 可能看看标准规格是怎样 但是空间应该是一样的 哇 这位人凶啊 简直把他这个当成水电的一个材料 哈哈哈 没关系 这一台是有工作上的需求使用 那空间的部分呢 我觉得已经介绍过很多次 所以也不太需要介绍太多 照一下给大家看就好 有一个重点 听说这个地方 塑胶全部改成软的 这个软的非常 摸起来就不一样 这边是皮的 他这个我刚刚就讲 已经整个躺平 六四分离 可见他这个载物的空间非常的好 我们就不进去了 好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前面有Keyless 直接拉开 看一下 这全部是软的 后面都已经是软 现在当然也是 前面当然是软 那这个是皮革包覆 你看他这个整个细节做得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整个有卡布的 还有这个铝直的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桌椅 这个是绒布椅再加上皮革 然后有支援 六项手动调整 还有这个 那应该不止六项 很多项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坐进来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PUSH START 2094公里 这个好很有质感 然后他这个SYNC也不错 然后呢 整个双驱的恒温空调 8AT的变速箱 电子手刹车 Auto后 然后所有的这些 全部都在这里 不错 软直的 然后这个试板 卡凤的试板 非常好看 前面还有一个 有没有 这个HUD抬头显示器 然后这个是在这边 然后灯 灯具是在这边开启 然后这些什么ACC啦 车道偏移维持啦 这些全部都有 这个方向盘也太好看 因为这台是属于 后轴是属于多连感的 赛道版 我们实际开开看 到底有没有如传说中 这么神 大家在乱哦 我们Let's go 这是我执行 90天重启人生计划的结果 如果有兴趣的人 欢迎参考联络资讯哦 就驾着我们这一台 ROMO版 ROMO版 就是赛道版的Focus出发 哇 真是太开心了 我们现在在台北市松江路上 然后刚刚大概绕了一圈了 整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我居然感受不出这个赛道版 跟普通版有什么差别 哈哈哈 多花这四万块 我也不知道差异在哪 怎么会这样 哦 好啦 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在这种市区道路 真的是没什么差 就是一般人其实在标准的坐驾上 其实你真的讲那些操控 我觉得都太超过 哪一台车操控多好啊 哪一台车操控多差啊 其实对于大部分80%以上的人来讲 操控都一样 因为都是这种道路 有什么差嘛 只要这车子 不要什么开开然后轮子飞出去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 妥善率是最重要 那今天开的这个车子呢 就是在福特近几年一个杰出之作 到目前已经卖了一年多了 没有听到有什么大案大灾情产生 然后妥善率据说也非常好 然后这个所有的配备也给的非常齐全 这个车子会卖的好 绝对不是浪得虚名随随便便 就是做做广告啊 做做什么升级一些小东西给你 你就或者是什么电子花车给你啊 音响给你 你就马上就会改变它的这个销售的销售量 它就是本质非常好的一台车 开起来操控本来跟ST 这一台是赛道版跟之前的ST Line 就本来就已经都非常好了 然后配备也非常的好 现在对于一些细节上面 像后门的这个饰板也改成软质的塑胶 我觉得这整个质感又大幅的 又小幅的提升了 反正本来就已经不错了 内装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 我有感觉它在市场上 还会持续的热销一段时间 包含现在的这个KUGA 它也整个长得很像放大版的这个Focus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福特应该会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实际还是请车主来分享 它这一台车的整个买车过程 还有又缺点分享 真是台北的车子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要赶快录了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个车友也在我们社团里面 对不对 就是小赖 这车子是它最近刚换的车 什么时候交车的 4月21号交车 4月21号 然后4月 等一下今天几号 今天母亲节还没过 5月7号 5月7、8号而已 然后4月 才两三个礼拜而已 两个礼拜而已 4月中签车 4月中签车 但是21号交车 21号交车 哇好新哦 难怪整个车子有新车的味道 但是后面已经变成五金行 哈哈哈哈 这是公司的配车嘛 对公司配车 哦公司配车 所以你自己选这一台就对 对对对 哦那我们这开了这个一个 两两个礼拜而已 开了多少 2096公里 对啊 两个礼拜就开两千 一个礼拜开一千 对对 哇那你也是 隔天交车就直接冲花东 前方200公尺 你冲花东的原因是什么意思 就是工作的关系 跑客户 我以为跑去玩耶 把妹之类的 好客户 好客户 OK 那你这个车子在买之前是开什么车 我是开2017的Vios 2017年Vios 也是公务车 也是公务车 那那时候为什么要换这个 2017年很新啊 两三年 因为它的车子板筋比较薄 然后它常跑那个无洋 会晃 所以就是因为整个操控的感觉改变 但是如果长期要开长途 我觉得Level 2的这个自动驾驶 好像也是一个很蛮不错的 差很多 当时你就是想说你常常这样子跑 家人也希望说可以安全一点 就是希望你可以加一些新的安全 A-DAS辅助配备 对 那当时有什么口袋名单 当时是那个Toyota AORIS Toyota AORIS 跟这台 哦 Toyota AORIS 不错啊 其实我感觉Toyota AORIS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满喜欢那台车的啦 对啊 后车箱比较小 后车箱比较小 所以你那时候有去看车吗 有有看啊 有试吗 有试试 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开起来 它的底盘也不错 那个TN QA 真的真的 那个底盘我真的是觉得很棒 但是你觉得就是后车比较小 后座比较小 然后空间也比较小 我忘记它后面好像没有人气出风口 没有 没有对不对 对对对 没有人气出风口 它是前座买家啦 哦 然后再加上这个业务怎么啦 就是业务就是我跟他约看车嘛 然后他就迟到 给你迟到 对啊 迟到你很生气吗 蛮生气的啊 迟到多久 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我没有喝茶 也不给你喝茶 所以你去那边是怎么样 叫你在那边发展 等 在那边等 好吧 反正业务的服务 可以完全影响消费者的一个观感 就是最后你就没有选择Auris 然后在种种的考量之下 安全还有Level 2 你最后选择这台Focus 刚听的小赖分享他这车子买车过程 真的是 现在因为先进的辅助安全配备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在买车的时候都眼花缭乱 真的不知道怎么选 但是选什么 选 你看的最顺眼最爽的 坐起来最舒服的车就对了 现在安全配备 基本上已经都变成一个很普通的 那我们比较想知道是这车子虽然才交车两个礼拜 听说你一交车你就想到我 对 马上就说要来分享 我们比较想知道是你当时是 就是为什么你会想分享 你买这车是因为看了谁的分享吗 是这意思吗 对因为我之前在 在考虑AURICE的时候就听大家有在讲那个车美式之外 哦车机的问题 对 然后我想说我在网上找去YouTube找不到就是实际案例 很多人分享 到底是怎么样 对 你不知道 然后就只有小星哥 只有看小星哥的视频 不是我分享 是车主分享 车主分享 然后我就看 原来有这些问题 原来也有这些问题 然后我就实际就去试车的时候就发现 真的有这些问题 真的有这些问题 哦好吧 你试车都已经发现了 那就不是我们影响 你是你真的发现 自己去看 那这个车子 我们就不要再编那个AURICE了 我们自己来看这一台好了 突然等一下那个 Toyota的爱降都出来了 那怎么办 那这个车子开了两千公里左右 两个多礼拜 两千公里 你大概有什么优点 你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 它的操控性很好 操控性很好 比如说嘞 花动这个弯弯曲曲的 你不是第一天 因为感觉那个轮胎都黏在地盘 不然是这样 你之前Mias是飞走 你比较安心 你比较不怕去撞山 你开80 你开100多 然后你会感觉是VIOUS的 稳定的感觉 非常稳定 OK 就是你明天很慢 明天很快 但你感觉它是只有60 那其实已经到120 为什么它叫赛道 ROMO版 就是赛道 感觉60 这样子在开在赛道的感觉 OK 那这个是它的强项 没错 那还有吗 优点吗 还有它的隔音 隔音非常好 真的耶 我旁边好多摩托车 你看转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吗 没有吧 我觉得很安静耶 非常好 隔音非常好 这是真的 这一代Focus真的隔音做得非常好 还有吗 它的ACC全速域 你觉得这个自动驾驶非常好用 好用 因为你就是为了这个买的 对啊 就是你可以边开 然后喝咖啡 还可以LINE 它领阶 这样子 不正常示范 就是你可以不用这么专注 然后 你可以降低这个疲累感 疲劳感 就像你公司常常要到南北这样子跑 你会觉得说这个很重要 OK好这个也是 那还有吗 差不多了 外型好看 外型帅 而且我很少看到Focus买黑色 真的假的 大部分都红色 白色 白色 对 黑色比较沉重一点 对比较难顾 这是真的 你又买黑色 整台车又更霸气 很凶耶 对不对 还有吗 板晶后算好算 板晶后也是一个优点啊 对啊 它整车用了很多高刚性的钢材 所以你开起来刚性特别好 特别好 还有吗 差不多了 油耗咧 油耗我觉得跟 跟Bios 差不多 OK Bios差不多已经很好了好不好 但有人说 跑市区会比较好 但我目前是还没有 因为我加油的时机都跟之前Bios 差不多 OK 刚刚听了这个小赖 分享它的这个车子的一个优点 当然它前面又稍微的乱露了一下Aurice的这个事情 没关系 既然选到了 你就好好的体验它的这些优点 虽然你要体验的优点是OK的 可是大部分的人想听到其实是缺点 缺点 有没有什么缺点在这2000多公里已经发现 就是它的那个新版有那个IACC IACC是什么 就是可以侦测的那个路标 就是像限速速限 那怎么样 它有时候会把那个大客车的限速 卡车的限速放在里面 所以你就是 假设是像那种卡车它限速 大客车是60 那其实你在高速公路上开70一直逼着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要把它那个警示关掉 那很烦 所以它侦测还是有一点点不准确 你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Subway的问题 应该很快就可以改善 还有吗 还有就是假设你经过这种天桥 或是电线杆 常常会有那个防重 我知道 这个上次你讲这我马上有意思 上次小七啊 就是七哥跟我去试它的那个 那台Focus 它的我们开在文湖线下面 在内湖纹线下面 它就忽然嗶嗶嗶 我想 发生什么事了 吓我一跳 所以它会不自觉的 忽然之间的警示 你会吓一跳 但它不会停啊 就是会吓一跳 它会吓一跳 它警示你说前面有东西 就是有高架桥的时候会发生 或是天线 有天线它也会 那可能 这个很奇怪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不过应该慢慢的有人反应它 我想说会不会是那个影子 影子 它的真正到影子吓到 自己吓自己 OK 还有吗 还有什么缺点 就是这个A柱 你觉得A柱怎么样 我觉得会左转 你觉得会挡到视线 像Artist他们都做一个镂空的 现在都有三角窗 它这个是A柱的部分 就是你觉得会挡到你的视线 有死角 没办法 这一开始设计就是这样 好吧 还有一个就是排挡杆不太适应 用转的 就用转的我觉得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它在转的过程 会有零点几秒的这个落差 有时候会怎么那么慢 它没有录挡是 有没有问题啊 这样子 有时候降挡 可能它会想要保护那个影型 它不会一次降那么多 它一次顶多就 退两档而已 那如果说你仲裁下去 它也是顶多退两档 或者是M档 就是用这个换挡撥片 你也只能降两档 是喔 但它换挡撥片有点小 有点小 对 可能要自己装那个 对 OK 好 那还有什么缺点吗 再来就是它的 我是个人觉得它的后照镜有点小 是个人认为 但是这种这么帅的车 后照镜像卡车有看吗 不是被笑死 所以我觉得 还可以啦 因为你之前在美国 可能都开那种大车 所以那个都 小车 也是小车 OK 那还有吗 再来之后就是它的保养 跟Poyota比的话 比较贵 贵一点 保养比较贵 你这台才2000而已 已经做过保养了 大概1000公里都要定期保养 那花了多少钱小保养 花了3400 花了3400 花了5冠机油 对 1500cc的车花了5冠机油 好像是5冠机油 一罐好像550 哇 那真的是有点贵 它有他们指定的那个 对 对对对对 因为Toyota应该才2000块左右 2000出头 而且它第一次会免工资给你 对 所以你这个搞下来真的差蛮多了 对 那但是如果说有下次去 记得可以删 就把它删掉 不用添加剂就拿掉了 那还有什么缺点吗 差不多就这样 那我来讲看看 听说妥善率不好 听说的 是前一代的那个变速箱 哦 但是这一代目前看起来 这代还不知道 你有爬文都没有看到什么 对不对 我那个朋友他开去年 去年第一版的那台ST-Line 他开一年 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那很好 妥善率到目前为止 确实感觉还不错 那缺点差不多就这些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 就是他倒车的时候可能会 如果你没有完全停 你低档没有完全停 你直接倒车他可能会 蹲一下 然后又往前 哦 没有完全停的时候 他会蹲一下 然后再往前 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 不知道这是什么 都蹲一下再往前 因为我刚刚这样开 我觉得很正常 我觉得还好 那差不多就这些 刚刚听了这个小赖分享 他这个车子的买车过程 有缺点分享 这个都是个人的感受 因为有些人觉得那是优点 有些人觉得那没有差 这个你自己去斟酌 只是说我们个人的感觉 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还有他的使用情境 他是很常跑 南北跑 还有梳花 那就是最后 我们还是要来做一个 虽然说都很主观很个人 但我们还是要做一个 真心话不冒险 什么是真心话不冒险 就是小赖你讲真心话 让对这台车有兴趣的朋友 或线上的好朋友 不会后悔买错车 所以你可以分享你的真实的感受 假设再回到几个月前 一样的预算 一样的考量 一样的使用情境 你依旧会选择这台 Focus ST-Line Lawmore版 还是说 推荐给线上的朋友 或是身边的亲朋好友 这台Focus 一定 二话不说一定买这台 二话不说一定买这台 而且要赶快买 不然买不到 好像最近缺料停产的问题 停工 不是停产 这台车卖得这么好 怎么可能停产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说跟你聊一下 你的朋友有一般的Focus ST-Line 对对对 然后你这台又是赛道版的 那我们就是比较想了解 去年其实在他赛道版 是去年吗 就是反正就是赛道版推出来之前 他有一个这个叫做扭力量之乱 就是大家觉得他车 没有多连感 他觉得很不爽 你真的觉得有差异吗 你有开过一般版吗 我朋友开过 他有开过我的 然后他觉得说没什么差 但是可能你去那种路坑比较大 或是高速 极端的一些路况 那就有可能有差 所以意思是说 你自己开你也觉得好像还好 没有觉得差异在哪里 这样子对不对 OK 那这就是刚刚我们在开的过程 有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就是在大部分的使用情境 其实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没什么差别 因为一般的这种SD-Line Focus已经非常好了 真的 那你自己开的这段时间 就是跟这个 比如说Auris 它也是独立悬吊 对 你有觉得说 独立悬吊真的有比较好吗 我是觉得 因为我是试车会 感觉不出来 感觉不出来 好 那我跟大家讲 独立悬吊就是要花更多的钱 维护 到时候它很多秤套 很多的这个 它税金也比较贵 它两千的 你说Auris Auris的部分 那我讲的是它的悬吊 如果是独立 跟一般的扭力梁 扭力梁 扭力梁有扭力梁的好处 它们不会完全没有好处 它也有好处 只是说大家不要太专注在这个店 对 既然买了就好好爱它 就不要再 不要觉得说 我车子怎么没有 不是这么重要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这个小赖跟我分享 它这一台赛道版 终于你是第一台 嘿 非常开心 小七那不是 小七那不是 它是旧版的 OK 它已经买了一年多了 这么更新的 OK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小赖跟我分享它这一台车 那我们期待有更多 这个福特的车主 我们库卡其实很少人分享 都没有人分享库卡 或者是Fiesta 欢迎大家来分享 跟我联络 下次见 拜拜 你都看完了 还不赶快订阅 赶快订阅吧 本节目是由 张首安医师团队 小星星奖制作 有任何减肥问题 欢迎参考联络资讯